女孩酒驾被警察拦截 女孩说我爸也是警察 老爸赶来给女孩亲手戴上手铐 警员与匪徒在楼梯角对射 仔细一看就是自己的儿时玩伴 哈喽大家好 我是庭审区安部主彭口长 庭审中会有很多离奇事件 而警察在执法中更是会遇到各种无法预测的情况 其中之一就是遇到熟人 警察会网开一面呢还是会秉公执法呢 2022年12月28日 大鱼女生特雷沙里驾车被警方拦停了 她在公路上蛇行走位撞倒了交通警示牌 牌上写着不许醉酒驾车 她没停继续往前开 保险杠都被撞掉了 不久之后她被警察逼停 看样啊 神志有点恍惚 应该是酒驾了 她非常的轻松 而且坦言 我刚才是从酒吧出来的 我只喝了一杯酒 还有我爸爸也是警察 警员说道 你爸是警察这个事儿啊 一会儿再说 我问你 你有没有撞到什么东西 特雷沙坚定地说 什么也没有撞到 那你保险杠怎么丢在了道路中央呢 那不是我的保险杠 有人看到一辆白车撞到了交通警示牌 保险杠也掉了 然后你也是白车 这么巧也没有保险杠 而且行事的方向时间也都对上了 你说不是你 特雷沙仍旧不承认 警员让同事把那个保险杠拿过来 跟他的车子对比一下 特雷沙此时有点害怕了 马上又在这儿哭响说 我爸爸也是警察 我能给他打个电话吗 警员说 等保险杠拿回来再说吧 保险杠很快被警员捡回 一对比 完全吻合呀 没什么好说的了 可特雷沙仍旧胡走 这个保险杠是我在郊区撞到了一个路撞掉的 那怎么会掉在这里呢 然后他还说 我爸爸能给我作证 他知道这件事 反正就是想方设法要让爸爸来到现场吧 他的用意也很明确 他爸爸是这些警员的同事 人到了这里 警员肯定会看在爸爸的面子上放他一马 警员的态度也很明确 不说实话就不让你打电话 最终特雷沙妥协了 说实话了 我的确是撞到了交通警示牌 因为我喝多了 不仅喝多了 还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才造成了这次事故 特雷沙认罪之后 警员们说到做到 让他给爸爸打了电话 很快的警官父亲就赶到现场 得知所有情况之后 他的态度十分冷峻 警员们有点恐惧 因为特雷沙的父亲比他们的警匠高 而且听这个口吻好像非常不满 他们可能会被他训斥 甚至日后被打压呀 特雷沙的父亲又问道 接着特雷沙的父亲解释道 无论行人的父亲是谁 都不应该影响你们的正常工作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警员们在他的注视下 给特雷沙做了酒醉测试 特雷沙本来想让父亲替自己出头 显然他的目的没有达到 他也不可能通过酒醉测试 后来坐实了特雷沙醉酒驾驶 肇事逃逸又说谎 警员们要将其逮捕 特雷沙的父亲亲自给他戴上了手铐 后续特雷沙被带回警局后 酒精检测结果是 美国法定最佳酒精浓度的两倍 所以他一开始说 只喝了一杯酒也是在说谎 他已经处在烂醉状态了 特雷沙受父亲的影响 大学也主席的法律 本来也想做一名警察 可这次犯罪经历是否会影响他的未来就不得而知了 特雷沙警官父亲在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 当下他对女儿的行为感到愤怒且失望 虽然他想安慰女儿 但他知道自己身为警察 绝对不能插手其他警察同仁执法或滥用公权力 他也认为女儿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才能学到教训 所以当下他才会对女儿的求救无动于衷 不得不说特雷沙的老爸呀 不仅是一名合格的警察 更是一名合格的父亲呢 特雷沙在学校不仅学习成绩非常优异 还是笑女足队的队长 我们最后来欣赏一下她不俗的球技 她的梅凯二度吧 特雷沙梅凯二度勾掌我也要梅凯二度 让我们继续第二个案件 警员街角跟匪徒抢战 仔细一看 哎呀竟然是自己的儿时好友 2022年的10月8日深夜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巴吞卢日市 两名警员和两名救护人员正在办理一桩案件 有人说在家里遭到了袭击 他们刚赶到现场 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强响 两个救护人员不约而同的开箱警员 有人开墙了 你们去看看吧 我们是救护人员 我们管不着 没办法 两名警员之后掏出墙 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小心翼翼的走过去 因为有受害人刚遭受了一次袭击 他们过来就是这个事啊 他们不知道这个开枪的人 是否就是刚才的袭击者 他此时开枪用意为何 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他们格外小心 刚走出去不远 又传了第二声枪响 警员心里不免泛弃了嘀咕呀 这是一个人连续开了两枪 还是在互射呢 难道已经发生枪弹了吗 他们俩都有些害怕 在第三声枪响后 他们确定了开枪的位置 就在旁边这幢公寓楼上 警员慢慢往上走 刚要上楼梯 又响起了第四声枪响 警员更害怕了 徐徐往上了 警员来到楼梯转角 一转身就看到了一个拿枪的男子 男子没有放下枪 而是直接上膛 站了起来朝着警员开枪 两名警员一边还击 一边往楼下跑 转角遇到碍了呀 男子主动走了出来 还要跟警员对射吗 并没有他放下枪解释自己没看清楚 不知道是警察 警员把枪狗瞄准了他 命令他放下枪走下来 警员此时再换过神来 仔细打量这个男子 我的天哪 这不是查维斯吗 查维斯原来和警员呢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 两个人小时候一同上学 一同玩耍 可没想到多年过去 两人身份竟然完全不同啊 而此时警员也慢慢放松下来 他刚才在撤退的时候 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觉得自己被击中了 连忙学问统事长 知道自己没有中枪 他也安心了 在两位警员多次催促下 查维斯慢慢往下移动 警员此时还在帮查维斯 这个昔日的好友说好话呢 查维斯慢慢走下楼梯 被自己的好友逮捕了 后来他被一斤谋杀未遂的罪名起诉 经过审讯得知 查维斯那天喝了很多酒 兴奋过度 拿着枪向天开枪宣泄情绪 他和警员的境遇完全不同啊 他后来混迹于黑帮 经常和混子们在街头打架 甚至是拿枪对射 所以当警员上来 并拿着手电照向他时 他第一反应 是又有其他帮派分子过来找茬了 所以他下意识地拿起了枪 并且警察在黑暗中 他的眼睛被照射 没有看清他们穿的是警服 然后就开枪了 后来他反应过来是警察 并很快认出其中一个是自己的好友吧 但是一切都已为时已晚了 我想啊 虽然离时已晚 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两个昔日好友 一起长大的好兄弟 竟然一个成了匪徒 一个成了警察 在不知情的情形下 开枪互射 幸运的是 谁也没有打到对方 查维斯也为自己的乳猫付出了代价 警员很勇敢 也免于受伤 并秉公执法 让好友接受了他该有的审判 也算是另类的大团圆结局了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亲密官正在挖过链 咱们下期见